加密货币是时下最火的投资工具之一 币安也是在数年内崛起 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但创办人赵长鹏却在这时陷入洗黑前丑闻 亚视新闻书里来龙去脉 带大家一同了解币安诉讼事件 币安在2017年成立于中国 进军经济、数字钱包、风险基金、代币发行等领域 赵长鹏更是一度凭借加密货币 跃升成中国新首富 币安币则是在2017年第一次公开发售 每枚价格是0.11美元 这样一个前景大好的加密货币 却在今年官司缠身 被控触犯美国反洗钱法令 无牌照经营汇款业务 即违反美国制裁措施 被罚款43亿美元 赵长鹏星期二在法庭上认罪 并放弃上诉权 同时也辞去首席执行员职务 即缴付了5000万美元罚款 首席执行员则是由币安区域市场全球主管 Richard Teng 接任 被罚款超过40亿美元的币安 虽然已经和美国监管机构达成和解 但监管机构将币安进行5年的监管 币安也将在5年内退出美国市场 同时 币安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司 还没有解决 公司前景一片堪忧 恐怕短时间内 无法再回到之前的辉煌